排球联赛已经进行到第一阶段尾声 作为上赛季亚军的江苏女排好去四连胜 虽然首轮比赛临比赛一眼暴龙输给辽宁女排 但是全队上下及时总结 后面四场比赛全胜 当时最新一轮对称深圳女排的比赛中 江苏女排3比1战胜深圳女排 却引起了大家的争议 比赛刚开始的时候深圳女排打得较为主攻 于是精速拿下第一局 但随着比赛进行 由于排球联赛回避政策 转会深圳女排的四位江苏女排能源无法上升比赛 导致深圳女排遇到困难时无法豁然调整阵容 自然也就被江苏女排逆转取胜 况且杨文琴是深圳女排遗传核心之一 她不能上场导致深圳女排遗传遭遇后排防线 漏洞打开 比赛最后阶段已经不想抵抗 全队状态心思恰滑 所以本场比赛最受争议的点 因是能源回避重责 这个政策存在已久 以往强队把多余替补队员转回到其他球队 双方突见识 由于能源实力一般 看不出来多大影响 但是深圳女排是排招新军 根本没有自己本土队员 杨文琴无疑是球队的核心主攻 如此一来 主力不上场 差距明显 如果杨文琴可以出战的话 深圳女排即便不能保证赢了江苏女排 至少也能跟对手苦战五局 而且纵观其他联赛 根本没有能源回避的说法 既然球队引进了能源 那比较是响应康能源得的好成绩 但是关键时刻不能上场 那么引进能源的意义大加折扣 一定程度上还影响了联赛的激烈情况 再加上本赛季 每支球队只允许一个望远上场 这两条规定加起来 直接限制排脚联赛的发展 球迷更是同批中国排泄这样糟糕的规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